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只不过我们是通过代码来进行控制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快速的来完善 完成这样一段简单的HTML代码 让大家熟悉一下一个HTML页面是怎么来完成的 好了 在写因为的时候呢 要注意你可以在你的系统里的任何一个盘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夹以后呢 都在这里面去写代码 好吧 我就在桌面上啊 我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方便一些 我就在桌面上建好这样一个文件夹了 然后呢 我在这地方写一个啊 一到什么呢 叫做一到四啊 因为我们是第一章的第四小节 对吧 和一到四这个文件夹 OK 放这了啊 放这之后呢 我们进入这个文件夹 我想写一个HTML页面呢 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在你的这个文件夹下面呢 新建一个文件就可以了啊 新建一个文件 比方说我要新建一个文件呢 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选这个啊 选这个就可以 来 新建文本文档 点击下 这地方提示你输什么 提示你输一个名字啊 我这地方就叫做万 好吧 万点什么呢 这地方是不是有个后织名啊 后织名啊 我直接写HTML就可以了啊 HTML就可以了 我的第一个文件就建好了啊 建好了 这地方呢 会提示你说你改变了文件名什么 导致不可用 确实要更改吗 当然要更改对吧 要不然 我自己改下干嘛呢 肯定要更改啊 改好之后呢 你的这个页面就做好 这个页面就做好了 这个页面就做好了 然后呢 刚才啊 我在写的时候呢 很多说你后面有个后织名是怎么回事 我在电脑上怎么没有后织名 对不对啊 不着急啊 是因为你的系统里面 没有把这个设置给打开 你可以找到这个组织这儿 有一个文件加搜索显像 这里面呢 有个查看啊 查看下面呢 往下翻 往下翻啊 有一个什么啊 这样一个选项 就是隐藏与之文件类型的扩展名 你把这个勾啊 原来是有勾的啊 有勾它就隐藏了 你把勾给去掉 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啊 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点应用 好吧 来确定一下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跟我一样 显示一个后织名 其实我们html文件的后织名呢 不光是有html 还有html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叫做shtml 都可以啊 后面我们慢慢给大家讲解 然后呢 今天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建好之后 我们双击一下一个html 显示出那个建好之后 我们打开它 来 打开方式呢 使用我们之前安装好的我们的一个火狐狸软器 好吧 火狐狸软器 来 选择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打开这个页面啊 打开这个页面大家会发现 这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显示 对吧 为什么呢 大家思考三秒钟好不好 为什么没有东西显示啊 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为什么 我们根本就没有写任何东西 怎么可能显示呢 是吧 怎么可能显示啊 其实咱们去写这个html面啊 就是在告诉那两期什么的啊 你在这个地方给我显示个什么东西 在这个地方给我显示什么东西啊 其实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呃 我们怎么来写呢 呃 我们知道你可以安装好了编辑器的吧 notpad++啊 我们再把鼠标放到这个文件这个地方 然后右键选择 edit with notpad++对不对啊 选择一下 点击啊 好 这时候就打开这么一个啊 编辑器的界面啊 你会发现这个文件里面没有任何的内容 对吧 它怎么可能显示啊 没有任何的内容 当然不可能显示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代码 来告诉浏览器 到底要显示什么东西好吗 当然我们在显示 tml页面的时候是有一个结构的啊 这个结构呢我们后面也会啊 叫做全局价格标签吧 我们后面呢也会给大家讲解啊 这些这节课呢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尝试啊 简单的尝试 首先呢我们告诉浏览器 我这里面要显示一个html页面了啊 html页面告诉他 那么一个对标签放在这儿啊 是一顿出现的啊 就是注意看啊 就是你看我的这个光标放在这地方 它会提示你这是一顿 看到没有 着色了就会提示你一顿啊 写完这个之后呢 一般我们上来先写一个head标签啊 先写个head标签 然后呢也是一顿的 注意也是一顿啊 好head标签的写什么呢 告诉这个head标签 告诉浏览器一些不需要显示出来的信息 通过head标签啊 来显示来来来来写 来head标签里面呢 我们写什么东西呢 写一个title 这title是干嘛的呢 等我写完你看一下啊 title是来告诉浏览器 在选项卡的标题处 到底要显示什么东西啊 你看在选项卡的标题处啊 要显示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好吧 考察的保存一下 来来到咱们的这个浏览器来刷新一下 这个颜面来看一下啊 你刷新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你写完这代码之后呢 那必须要什么啊 在编辑器编辑器里面点什么 按快级键Ctrl S保存 保存好之后呢 再到我们的浏览器里面刷新一下 刚才这个地方 点这个刷新啊 就显示啊 刚才我写的title是告诉浏览器 在这个位置要显示什么东西啊 显示什么文字好吧 但是很多人看啊 你怎么显示一个什么很乱的内容对吧 像是乱码一样东西啊 其实呢这是一个字符集的问题啊 字符集啊 关于字符集的问题呢 先不多介绍啊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说 如何解决这问题呢 来MET 这边写一个MET标签 XSET 等于什么呢 UTF8 好吧 UTF8 好 Ctrl再来保存 保存好之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你会看到怎么着 这时候就正常的来显示的这么一个文字了啊 这么一个文字 好了 我们TITLE来告诉浏览器 说你在标 写天卡着的话 要显示什么的文字 接下来呢 我想在什么啊 我想在浏览器的这样一个部分来显示什么呢 显示一下文字 对吧 大文字小文字啊 对其他文字啊等等等等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回到咱们的这个编辑器里面 你要告诉浏览器说 你在你的这个浏览器窗口里面显示什么东西 其实在一个body标签啊 body标签里面去 去去写 去一个写代码 body标签里面去写啊 想写什么写什么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想显示一个大标题 H1标题 怎么写呢 你看啊 我想要显示一个什么 H1 H什么 一标题啊 你看 把它保存一下 保存好之后呢 再来刷新见面看一下 于是乎在浏览器的这个窗口里面呢 你看这样一个部分区域就会显示什么 显示你的一个标题了啊 如果说你想显示什么标题二大小 就跟大家刚才说的那个握的文章里面标题二大小一样 来 就写着H2就行了啊 H2 来 H2 我要显示一个什么 H2标题 好吗 H2标题啊 好 反正还是保存 于是乎呢 嗯 那来刷新一下 你看于是乎这地方就显示了 H2标题了啊 这就是咱们的HTML代码的一个编写的方式啊 不管你显示页面中的任何的内容呢 其实都是通过这样一段一段的 你对着什么 标签来控制它 这标签呢 其实就是定义来告诉浏览器 你要在浏览器的窗口里面到底要显示一个什么玩意儿出来 对不对 显示什么玩意儿出来啊 这是什么呢 HTML面啊 好了 接下来呢我再写最后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我想要显示一张图怎么办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变形的写字 RMG 是Image RMAGE Image 标签的一个缩写啊 叫RMG 这堆记下来就可以了啊 告诉浏览器 我在下面呢 其实要显示一个图片啊 显示一个图片 这个显示图片呢 为了方便一点啊 我直接怎么着啊 去网上找一个图片 我把百度啊 我把百度这个什么呢 这个图标给保存下来啊 把百度这个东西给保存下来 或者我直接复制这个百度这个图片链接啊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链接地址是什么的吧 我先复制一下 复制图像地址好吧 图像地址啊 这地址呢 我把它放到这个SRC指向的位置里面去 你会看到我们在接下来 在咱们自己写的这个文件中啊 刷新一下 它就会显示一个百度的图标 OK看见没有 一个图片就被显示出来了啊 好你人生中的第一个HTMA面就这样做好了啊 接下来呢我希望大家不管懂还是不懂这一个部分 但是呢你要对着我的屏幕把这些简单敲下来啊 敲完之后呢 切片显示出来这样一个效果就可以了 敲完之后呢 显示效果完成之后 我们怎么办 接着跟着我去学习 正式的去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去学习咱们的HTMA 到底该怎么编写 OK好这样就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完成了啊 谢谢大家晚看